哈囉大家好我是貝克蘇 今天又來到愛情Q&A主題啦 以下是A先生的來信 感情淡了我想分手 當下聽了我真的很錯愕 我跟他說感情到一段時間一定會淡 因為我們習慣了 如果你願意給我機會的話 我們可以好好重新開始 他卻說我在想想 隔天我不想隔著冰冷的螢幕分手 跟他約了時間見面 一碰面他卻一直哭 說我們分手好不好 我說我們這段感情得來不易 你想要靜靜也可以 他一直哭一直要求說不要 我說好吧那我們分手吧 最後走前擁抱一個 事後我真的非常難過 原以為被倒追了應該很穩 我沒有那麼認真談過戀愛過 我幾乎把我的所有給他 我很愛他 但是他卻簡單說了感情淡了 我也只能尊重他的決定 強求來的感情大家都不快樂 但是我很難過 我想問貝克叔 如何能趕快走出情商呢? 很感謝A先生的來信 我想跟你說一些你沒有問的問題 最後再去解答你的問題 其實你的情況很像年輕的我有遇到的狀況 所以過來人可以跟你說 通常分手都是累積的 除了少部分的人 就是真的見一個人愛一個人 不然大部分都是相處 平常兩個人是怎麼互動 慢慢累積下來的結果 所以你說無預警分手 也許你們不是一個好的互動模式 很久了你以為這是很正常 可是其實這種互動模式不正常 可能他能量比你強 你很匱乏的互動模式 什麼都以對方感受為主在互動 再來是你說交往前追了一年之後 過了一個月後倒追 其實你說以為倒追就會穩 其實並不難 很多情況是相處模式造成的 你有沒有真的是分享自己 你真正這個人跟對方互動 兩個人互動模式是真的舒服的嗎? 還是隨時都要動腦拆來拆去 思考來思考去 或是很容易因為無聊的小事情吵架 其實假如是後整 這就是一個小警訊 代表互動模式有點問題了 所以之後假如你有下一個對象 這些你要去思考 你的心態面 你個人在跟所有人互動中 你到底是怎麼想和怎麼做的 我說你跟我年輕的時候很像是 我第一任到第三任我也會說 有什麼問題可以跟我說 我一定會改 我也是每一段都很認真 結果其實都是對方劈腿收場 那為什麼呢? 其實就是匮乏 這句話背後的意思就是 我很怕失去這個關係 為了不要失去這個關係 我可以妥協任何事情 但是你要跟我說我要妥協什麼 這相對的在互動中 就是會跟對方是不平等的 就算大家和你自己都認為 你對對方多好 但是吸引並不是說 你對對方多好 對方就會同等對你 而是你怎麼展現真正本質的 你跟對方互動 你有沒有吸引到對方 也去投資在這場關係 甚至引導對方 也慢慢呈現真正的自己跟你互動 不需要特別委屈自己 一定要做什麼 來讓對方喜歡自己 而是真正的我,你喜歡 真正的你,我也喜歡 我們相處可能有一點小摩擦 也許是生活習慣不同 但不會感覺到委屈 或是逼自己改變什麼 假如有委屈或是逼自己要改變什麼 那代表可能這對象就不適合 你說你很認真在這段關係上 其實每個人談戀愛都應該認真的 而不是玩玩就好 所以我覺得認真的態度是好的 但是要用對地方 認真的去思考和規劃自己 心態面和未來規劃和互動模式這些 會比只是單純的為對方好 送禮物、溫馨接送、過節日 來得有CP值 好,說那麼多 我只是希望 你在下一個對象的時候 可以好好思考這些問題 因為我覺得你一定可以交到下一個對象 原本我以為你的問題是問晚回 那我就不會回你 結果你問的是怎麼走出情商 當然回你啊 沒問題的 其實走出情商很簡單 也很老生常談 我的經驗告訴我就是時間 也許是三個月、半年、一年 看你的狀況 通常半年後就會好很多 而剛分手除了難過之外 會有一種想要證明自己的動力 我覺得不要浪費這種動力 也許可以拿來健身或是看書 或是去學才藝或是把工作或是學業提升 又或是像我一樣更了解把妹原理 去打開自己的生活圈 有很多種選擇 這個動力是很強的 可是不要試著報復對方 以為你提升這些對方會多看你急眼 對方不會 所以這個想法也可以免除 你去提升自己的時候 你會遇到很多新的人事物 而新的人事物 會讓你對你的現狀慢慢的改觀 你看事情的面向也會慢慢變更長遠 更透徹 我相信你可以 因為大家都是這樣走過來的 加油 總結 感情相處模式是什麼 時時刻刻要去思考 分手需要的是時間 分手這段時間動力可以拿來努力的去提升自己 有想把你的問題做成影片的人 可以MV我FB粉絲頁私訊 我覺得寫得不錯的 我會問你同意讓我做成影片嗎? 好,我們今天話題就聊到這邊 喜歡的話可以幫我按個喜歡加訂閱還有分享 也不要讓開啟小鈴鐺可以收到我的最新消息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掰掰 哈囉,大家好 可以在下面點貝克書信箱訂閱 放心不用錢 只要輸入你的信箱和名字 就能收到我想分享給你的免費內容 或有我最近看的書或是我想說的話 影片或是課程LINE貼圖或是講座的發布最新通知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點下面的連結 註冊你的信箱訂閱唷